这些概念都是六道里面的众生 失望想象 我们用的很习惯 因为这很正常 其实全错了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说不了六道轮回 应当把它放下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那尽忠的方便 就是说 用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 把所有这些虚幻的观念 统统把它取而代之 念头在一起 就是阿弥陀佛 不要有第二个念头 为什么 这一个佛号 是我们在此地 跟西方极乐世界导师阿弥陀佛 联络的一个信号 你念这句佛号 就跟他有联系 天天联系 时时刻刻联系 把其他东西都甩掉 我们这条线就通了 由念而入无念 因往生而去无生 有念是凡夫 无念就是福 有念有什么念呢 七心动念 大臣经里面叫他做 无明烦恼 分别 是沉沙烦恼 执着 是见思烦恼 妄想分别执着 有念啊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这人称佛了 佛 六根对六成境界 不起心 不懂你 你不能说他无念 他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 不能说他有念 这是什么原因 不起心 不懂你 是清净 即灭 自信 本体 现行 众生 有感 他就有印 印 是其作用 作用 可以现象 你能够见到佛福尔 你能够亲近 佛福尔 你有疑惑 佛福尔能帮助你 解决 这是从提其用 其是真的 永恒不灭 像是假的 刹那生命 随下 不能说他有 体不能说他无 这些概念 都是六道里面的众生 虚妄想象 我们用的很习惯 因为这很正常 其实成错了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出不了六道路回 应当把他放下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那尽忠的方便 就是说 用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 把所有这些 虚幻的观念 统统把它 取而代之 念头在一起 就是阿弥陀佛 不要有第二个念头 为什么 这一个佛号 是我们在此地 跟西方极乐世界 导思阿弥陀佛 联络的一个信号 你念这句佛号 就跟他有联系 天天联系 时时时刻刻联系 把其他东西都甩掉 我们这条线就通了 你就得感应到教了 所以我们今天用一句阿弥陀佛 有念 到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这就真的无念了 因往生而求无神 我们这个方法 是往生 到极乐世界 就真的无神了 无神就是 生死 没有了 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是如此 顿悟此心 本来平等 平等是复兴 你把真正的自己 找到了 唐 海东 云小四云 唐是唐代 海东是现在的韩国 韩国有一位法师 袁晓 他在中国留学 亲近山道大师 这山道大师的弟子 回去之后 教化一方 是韩国 尽忠的大德 他说的这句话 说四十八月 先为凡夫 今为三成圣人 这话说的好 如果不是歧入境界 这话说不出来 我们从这个境界里面 对于 梅头 对于 释迦佛 无限的感恩 为什么呢 我们是凡夫 夫是这个法门 我们不能成就 因为这个法门 我们的成就 超过三成圣人 这个三成 大成是菩萨 中成是辟之福 小成是阿罗汉 王生西方基督教 超过了他们 他们比我们困难 那为什么呢 他们有知足 有所知障 对这个法门 他不相信 我们虽然有障碍 但是 蓄势 深根深厚 说老实话 这个法门 我们一听就欢喜 一听就想争取 争想到极乐世界去 绝对不是这一生 过去深重 肯定学过这个法门 随着一解除 把阿赖耶里面的 善根中色引起来了 跟前世修的 借上了 这才产生了力量 坚固的 心愿性 可见 敬宗之妙 首位凡夫得度 这敬宗之妙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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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